密宗道次第广论 了之道要成事 未先修第华品 第五之二 我们今天谈 卯二 由物骤定 三法静地 卯三 由无上清静静地 这个是 地华品 由观地 看这个地 在节地 现在进到这个静地 也就是清静这一片土地 它这里面有几种方法 都是属于静地的方法 我们这个学佛的人都知道 这个地不清静 那么用大杯作水 用洒净的方法 来做这个洒净 洒净的方法 是一般性 都用的 那么防复的方法呢 我们就用这个像金刚绝 金刚佛 金刚网 金刚墙 那么去做这个防复 那么静地 它有静地的方法 它这个按照藏人的这个习俗 它是用一切夜咒 加持戒指水飞 那么来 扇撒彼地 用戒指水飞 来扇撒这个土地的 还有呢 用一切夜咒 加持牛生五物 东起见土 互洒香水 这是藏人的方法 那以前呢 我很不明白 这个他们藏人的做法 很奇怪 他每一次啊 他这个挖土 把这个土挖了 挖了以后呢 用牛的这个大便 用牛的大便 这个涂在这个潭层的底下 或者用牛 牛粪呢 来煮潭层 他们以为 这个牛的大便 是最清净 这一点是非常奇怪的 我们 当然来讲起来 我们这个 像现在我们 谁用这个牛大便 来这个足坛呢 根本是 不用 不用牛大便 所谓牛生五物啊 是牛啊 身上啊 出来的东西 好像牛奶啊 牛奶也是牛生出来的东西 牛奶还不错啦 我觉得牛奶还可以 蛮香的 蛮好的 牛的大便呢 就 就好像那个 我们现在不用这个牛的大便了 这是他们藏人的这个习俗 东起 就是由东方 东面开始啊 那个渐渐的把它涂 把它涂满 互撒香水 撒香水是可以的 他经常用牛粪呢 再加上香水 这样子涂 就表示这个清净的意思 他这个宋 他这个宋 忍不抗 忍不抗 这个抗字 是代表着这个 这个 抗 我们念咒语 经常三字咒 里面就有了 南 阳 抗 南 阳 抗 这个就是三字咒 那么念 Om 不抗 然后 想为 西空 如 圣乐观天平 所说 修为空性 就是代表着这个整个都是 虚空 那么虚空就是清净 然后再念 Hom 郎 Hom 这个就是想地成金刚自信 这个 它是他的本身的做法 又撒净啊 又用途径啊 又用念咒清净 它这里面还加持 加持这个地 用触地印 触地印 然后按这个地 然后你念完这个咒啊 再触地 就想地成为金刚体性 它这个咒语是怎么念的呢 Om Hom Rang Hom Om Om Hom Rang Hom 那么有一个比较长的咒语 是加持 用触定印来加持这个地的 тут Om 帝成为金刚体性 那你观想帝的金刚体性怎么观想呢 你可以观想十日金刚啊 处交叉 就是金刚处 双个两个十日交叉的金刚处 在整个大地上 当你处地的时候这样子观想 就认为这个是金刚体性 赐以愤怒金刚吹诸魔矮 由三金刚敬诸罪恶而为守护 这个是用金刚神来守护你的谈诚大地的 那么这里四座经里面 他说有一个法 这个以前师父曾经教我 教过我用这个法 来作为加持整个土地跟谈诚 这个法 我稍微跟大家讲一下 他这边在这个密中道彻底广论里面 他四座经里面所提到 但是没有讲得很清楚 我先念这个座经文给大家听 所以送第二奏时修又所为金刚 身所拍地而为修制 赐将前几身西空之地神 哄诗共识融入地中 所晚发轮印送三日以百日奏 而以地神加持其地 这也是一个禁地的方法 这边讲得很简单 所以还